大家好,我是卡泽姆。我想叫自动驾驶汽车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课程。逗号。 每年约有130万人因道路交通事故而丧生还有20到5000万人遭受非致命伤害,其中许多人因受伤而致残。 道路交通伤害给个人,他们的家庭和整个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。 这些损失源于治疗费用,以及因受伤而死亡或残疾的人,以及需要请假或上学,照顾伤者的家庭成员的生产力损失道路交通事故,使大多数国家损失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%。 自动驾驶汽车可以提高,效率并挽救生命。这是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第一个任务。 Waymo LLC是一家美国自动驾驶技术开发公司,它是谷歌姆公司Alphabet Inc的子公司。 Waymo在亚历桑那州大凤凰城地区经营一项名为Waymo One的商业,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。 亚历桑那州已完全映射2020年10月,该公司将服务扩展到公众,它是唯一一家在车内没有安全、后备司机的自动驾驶商业服务。 Waymo与多家汽车制造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,以整合Waymo的技术,包括戴姆勒股份公司、日产雷诺、Steelantis、捷报路虎和沃尔沃。 2021年,Waymo将Waymo One的测试扩展到旧金山2021年2月,该公司开始在旧金山与Waymo员工志愿者进行有限的骑手测试。 潜在优势,增加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将带来以下好处。 更少的交通事故和交通碰撞,导致死亡和伤害和成本。 由于减少了对安全漏洞的需求和更好的管理、交通流量的能力,增加了道路通行能力,并减少了交通拥堵。 自动驾驶汽车的速度限制更高。 减少停车所需的物理空间。 减少对交警的需求和车辆保险费。 由于车辆一时的提高,汽车盗窃的减少。 拆卸方向盘。 燃油经济性。 将车辆成员从驾驶和导航杂物中解脱出来,使他们能够在漫长而紧张的交通旅程中完成其他任务或休息。 最大限度的减少车辆之间的速度诧异。 自动油门减小和制动管理。